大家好,这里是重设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在众多服饰单品中,牛仔裤是最常销的类型之一 但如今却有越来越多消费者远离这种商品 而在台湾,牛仔裤大厂年新纺织长年都被视为极油股 但也在2023年传出官场大事 而在网路上也有不少人对牛仔裤是否还流行提出自己的见解 无论如何,这款存在超过百年的商品 近年确实遭遇不少挑战 放眼台湾媒体与社群平台 不少人都观察到年轻人穿牛仔裤的比例似乎越来越低 几年前日本也曾有过类似报道 2019年,TBS电视台走上涩谷街头 访问年轻人对牛仔裤的看法 结果显示,这种商品似乎不再受到喜爱 日本调研机构也发现 该国的牛仔裤销量出现下滑趋势 从2000年到2018年,总销量崩落将近三成 不过如果放眼欧美 大街上仍然能看到不少牛仔裤 研究报告预估 从2023到2030年 全球牛仔裤市场规模 有望从670亿美元 成长到千亿美元左右 然而膨胀的市场并不均衡 像在牛仔布料消费量最大的美国 从2013到18年 牛仔裤的年均销量萎缩2.3个百分点 2023年另有一份报告指出 美国虽然有六成人口 经常穿着牛仔裤出门 但如果把范围限缩到35岁以下族群 对牛仔裤的偏好却大幅下降 穿搭时尚本就多变 每年每季都会出现新的流行风潮 但如果把镜头转向台湾 这里的牛仔布料大厂年新纺织 却在2023年底宣布 关闭位于苗栗的厂房 这个动作涉及营收占比将近两成 年新官方解释 关厂的原因在于牛仔裤主料原料棉花 价格的剧烈波动 加上厂房缺工严重 同时全球剧烈通膨 压抑消费市场需求 牛仔布订单因此大幅萎缩 导致厂房亏损来到新台币2亿元 年新关厂事件背后 牵涉到这家公司的大客户 全球牛仔裤巨头Levis近年的波动 这家公司2020年受到疫情冲击 当年度营收年减两成 之后虽然快速回升 但到了2023年 却又因为通膨拖累销售 下修全年猜测 细看Levis的财报还会发现 这家公司虽然受到通膨冲击 但疫情后业绩却反弹向上 关键的作为就在于成功分散商品风险 Levis现有将近四成营收 来自牛仔裤以外的产品 虽然Levis靠着成功的策略走出活路 但看在台湾牛仔部供应商眼里 这却是沉重的枷锁 专家认为 Levis经营策略的转变 正是牛仔裤市场长年的写照 为何这种常销商品 会从盛极一时到遭遇挑战 故事要从第一条牛仔裤诞生的年代说起 时间拉回19世纪 当时的美国正值淘金热 各国移民纷纷前往当地 其中就包括来自巴发利亚的李维 他老家经营的是纺织品生意 因此在抵达加州后 李维很快就抓到当地蓝领老公的需求 一条经久耐用的工作库 经过研发 李维以帆布混丹宁布制成新裤子 在当地大受欢迎 在众多顾客中 一位名叫戴维斯的裁缝师 意识到裤子的进阶需求 他用铜制锚钉加固缝线 提高工作库的强韧程度 让矿工可以把沉重的工具 长时间放在口袋里 戴维斯之后向李维提出这个概念 在两人的合作之下 丹宁布加上锚钉的组合 造就出世界第一条牛仔裤 而李维也正式创立牛仔裤制造公司 也就是当前的行业龙头Levis 时间来到上世纪30年代 牛仔裤已深受劳工欢迎 市场竞争也建许激烈 全面各地诞生无数新品牌 然而这个市场不止没有陷入红海 反而因为影视文化 进一步扩大行业规模 当年的美国流行西部片 人们把残酷的拖荒式 转化为自由冒险的代名词 牛仔裤也从矿场工房 走进美国主流的社会文化 Levis更成为全美六大服装制造商 随着美国文化传遍全球 牛仔裤市场快速扩张 但迈入21世纪 Levis这类传统牛仔裤制造商 却遭遇强大的挑战 首先 全球吹齐快时尚风潮 H&M跟ZARA等跨国服饰巨头 透过大量制造 劳力外包与设计简单化 大幅压低服饰成本 这些快时尚店家 生产自家的牛仔裤来瓜分市场 对老牌构成压力 而在亚洲 牛仔裤大国日本也出现类似状况 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 由美军引进丹宁文化 自此 牛仔裤在当地盛行 出现大批的牛仔裤零售商 但随着优衣库等服饰企业 低价贩售牛仔裤产品 日本因此出现商家的倒闭潮 对于过往专营牛仔裤的店家来说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快时尚的风潮 转变消费者对牛仔裤的需求 像在现在 人们走进优衣库这类店家 目光不会只停留在牛仔裤上 而是会被其他高CP值的商品吸引 琳琅满目的服饰类型 削弱牛仔裤过往的主流角色 到了2015年前后 运动休闲服饰成为主流 更让这个问题被加速放大 当时Levis高层首度意识到 舒适又能凸显身材的瑜伽裤 已成为难以忽视的对手 早在2014年全美服饰市场 瑜伽裤的年销量 就首度跟女款牛仔裤打平 带动这股风潮的主要推手 便是瑜伽服饰品牌Lululemon 这家起源于加拿大的企业 成立于1998年 至今不到30岁的年纪 已攻占服装市场半壁江山 创办人维尔森最初意识到 市面上所有运动 几乎都有相应的专业设备 唯独瑜伽没有 在找到切入点后 他抓准瑜伽、女性、先进面料 这几个关键字 设定出精细的商品定位 很快就吸引到 大量女性消费族群 随着企业逐渐茁壮 Lululemon进一步把产品线 扩大到男女运动休闲服饰 当前这家公司的市值 已追过埃迪达 股价更让Levis看不到车尾灯 行业生态出现剧变 为了克服挑战 传统的牛仔裤品牌 纷纷调整产品结构 行业龙头Levis更坦言 他们过往主打的商品 已跟消费者想要的产品 出现巨大落差 为此 Levis展开大换血 先是新任行政总裁 贝格上台 接着撤换过半数的高阶主管 此后设定两大发展方向 强化女性市场 与分散产品类型 后来发生的事实 证明这次转型的成功 Levis 2018年的业绩成长率 缔造25年来最佳成绩 整个牛仔裤产业也成功赢回市场关注 然而到了2020年 疫情再度对这个行业带来打击 大流行时期 城市风控物流受阻 此后盛行的远端工作 更让人们对下半身裤装的需求降低 2020年 美国牛仔布料商品 进口量大幅下滑 反观运动休闲服装却有所成长 同期Levis的销售额更暴跌6成 被迫裁撤全球15%的员工 时至今日 牛仔裤市场已走出疫情低谷 虽然中高端品牌 仍在应对高通膨的挑战 但相信在流行的回圈里 牛仔裤绝对不会消失 而中国与印度的庞大市场 更持续为单宁布料创造成长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 开头提到的预测报告 会对牛仔裤市场规模这么有信心 最后则要来谈谈 牛仔裤的行业发展 未来有什么隐忧 如果细看这种商品的制成 环保绝对会是关键议题 资料显示 传统的牛仔裤 重度仰赖原料棉花 但种植这种作物 需要耗费大量水资源 因此对环境构成庞大压力 此外 传统染机中也含有有毒的化学物质 同时容易产生细差为例 对参与制成的劳工构成健康威胁 因此 牛仔裤品牌的环保程度 与商模转型 将很大程度影响这种商品的未来 好了 这集的虫色就到这里 虫色精选今天带来 17选12的优质美食套餐 其中包括热销这三杯鸡 与红烧牛肉等菜色 12包菜色 虫色优惠价1650元 另在推4选8的优质汤品 除了高人气的极品牛肉汤 还有鸡汤可供选择 8包汤品 虫色优惠价1650元 再加送4包进道刀削面 以上套餐全程低温宅配 优惠期间免运费 有兴趣的朋友 请到下方连级购买 下单后数天即可送达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号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